已经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奥运奖牌上双选手的张宇飞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现在处在暂时告别勇士放松休息的阶段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张宇飞会不会出现 以张宇飞这次大赛里表现出超能打的竞技能力来看 只要他自己不放弃 四年后的中国游队他依然会是绝对主力级人物 其实想想就明白 如果现在就要退役 哪怕他自己想也是不可能的 如此超绝的战斗力 而且表现出还能提高的苗头 哪怕2025年全年修正 相信张宇飞还是会在2026年 名古屋亚运会之前回来 为洛杉矶奥运会准备 最佩服的运动员 我说的话 赚亲吻吧 因为他在三年后说的那句话 真的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我很累 我真的很累 但是为了我的国家 我可以再打三 我觉得太受感动了 好了不起 这个手往哪边下 哪个可以就往外出 一二三 一二 对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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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跳 来得姐跳出来吗 跳 跳 跳 下边有没有用的 跳 跳 下边这个 蹬蹬蹬 蹬蹬 一二三 出脚 转一下 后 哈哈 我们先讲 前面就这样 前面就这样 踩海洋 一三 第一个 不要踩 我是不是 你一半 更感受重的动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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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踩了中 是踩了中 在这边的中 到边的中 向上 对的可以可以 那你们就可以这样 这样也行 但是有点不协调 还是往下走 往下走 就是你们不断脚 你就记得这个是什么 这个坚持 1234 1234 我们再做这几下 但毕竟四年后30岁了 要像现在这样连战六项 而且六项全部打到底 别说赵雨菲自己能不能撑得住 中国游泳队后备人才 那得慌到什么地步 需要老大姐如此调大梁 按照目前中国游泳 涌现新人的速度来看 赵雨菲无需四年后这样拼命 而从赵雨菲最近接受的采访来看 他在新奥运周期的项目 应该已经有了基本眉目 赵雨菲说 自己争取洛杉矶奥运会上接力 这里关联两个项目 100米蝶泳和100米走泳 这两个单项在国内不出成绩 也进不了接力阵容 另外赵雨菲说要像瑞典选手 舍斯特伦那样 30岁的舍斯特伦在本教育会上 拿到50字和100字双冠 传为美谈 但瑞典罗姆是在放弃了 100米蝶泳和200米走泳 这两个自己老牌主力项目 一心一意专攻短距离走泳后 才有的这样的效果 奥运之前的张雨菲 明确放弃了200米走泳 而这些比赛之后 他应该再放弃200米蝶泳 张雨菲过去几年里 已经表现出放弃200蝶的战术策略 但在杭州宴会 游出世界级水准之后 为了奥运重新捡了起来 从队员的实际角度出发 给张雨菲带来奥运金牌的200米蝶泳 新奥运中期内 他将会完全放弃 这并没有什么 石斯特伦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就是他已经不在世界大赛里游的100米蝶泳 200米项目放弃光之后 张雨菲的短距离就会存在很大的突破可能性 这完全是被他这次奥运一路拼杀给出的直观感受 没到 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 这个节奏再来一次 没到 没到 等人 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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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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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带着你们来一次 你们三个小孩 快看我做一次 这个12345678 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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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重 再我回来了 当你来的 太 involved了 要什么 马上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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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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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不好了 踢不好了 你这个都跑了 你们吹吧 哈哈 你吹出来叫我 哈哈 好 你看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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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来来一下 上 上 上 够脚 哈哈 好 好 下 而他最有可能创造有价值新高的 是上文没有提到的500米走勇 一个有些意外能在巴里奥运拿到铜牌 真正的和田径百米一样全程直到加速的项目 这个要强调有价值新高 因为事关争取大赛前三 赵玉飞50次个人最好成绩是去年世锦赛创造的 24秒15 当时拿到铜牌 而奥运会上的女子五十字 传统是放在赛程最后才出现 赵玉飞在已经连续多日作战 而且在和接力冲突的前提下 五十字的发挥强悍无比 半决赛24秒24 决赛24秒20 最终再次拿到铜牌 2022年赵玉飞的五十字怎么看也不够世界前三 而从2023年世锦赛到2024年八六一会 已经作文世界两年 当之无愧心拳头强项 当赵玉飞又放弃了200米这样的耐速项目 一门心思攻击短距离 尤其是五十字这样 最容易发挥出他凶猛特性的重刺项 24秒1 24秒2 肯定也不会是他的极限 30岁的舍斯特伦 五十字现在还能达到23秒7 半决赛甚至有23秒66 显示破了他23秒61的世界纪录 他是该项目史上唯一的超一流选手 但他比张玉飞大四岁 很难想象四年后34岁的舍斯特勒还能这样 到那时张玉飞的五十字会不会拼来一块历史性的金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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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